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个说说北京嵌灯王岐贤嘛 这个有人说呢 你别那个地狱黑啊 什么那个北京嵌灯啊 什么精灵无误啊 喂嘴了之类的是吧 你说他就说他吧 我觉得这些人有点圣母了啊 我自黑行不行啊 我也是老北京啊 对吧啊 这个王岐贤确实属于北京人里边的一类啊 你知道吗 那有人说浩哥 我觉得你虽然是在嘲讽的 你还是挺关心他的 当然了啊 好歹呢 华人是同胞都是一条生命 我昨个前个给大伙说了 我说这个奥德萨 马上就遭遇普京俄罗斯的轰炸了 是吧 我劝这个嵌灯赶快跑 人家舍命不舍财 你知道吗 这个在那呢 有点存款啊 取不出来 然后呢也说还有一房子啊 是吧 还有一个这个什么 这个乌克兰的女友还喊着让徐晓东给他找一个这个媳妇 你说这货 你说这货 哪有好事都是他的呀 是吧 所以这次他什么时候他不跑 到现在人家依然说不跑啊 我也揭露了说这个郭文贵啊 郭文贵又得蹭王极贤这欠灯是吧 然后呢 还跟王极贤联系了 那这事呢 你看啊 我前面他说了吧 因为他获得证实啊 你看这个这所谓的这个喜国乐师唐平的小聘头 威廉王这不说了吗 对于之前啊 王极贤先生的事情 我确实联系上他了 更并且呢 给他提供了营救机会 至于他自己并不愿意被营救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和有些华人上了大巴啊 这是这他妈的是老郭 胡扯八道 刚才我们的直播里也平了 这他妈18个指造谣了 这个王极贤跟他们切割了 看这个意思 说我们要营救的是 所有在乌克兰的华人同胞 并不是某一个个人 王极贤跟郭文贵的匪帮 蚂蚁帮闹翻了 我们来看看 这个王极贤这两天在干嘛吧 能不能证明我们这个推断 我们来看啊 这个视频呢 是说什么呢 是这个 王极贤啊 他呢 这个有一个 我给大伙说过一个 就是一个叫老赵的华人啊 就是老赵呢 给大伙传授啊 遇到那种民族主义分子 你就骂两句普京啊 这个货 现在是逃到了 敖德萨 跟王极贤 见面了啊 兄弟 这俩是这个油管上认识的 牛逼哈尔科夫废墟里爬出来的 怎么着 咱先回屋还是 先回屋 暖和暖 又是又是防空警报 都开了眼了 刚录完视频 哎 你看我们这儿听这防空警报都无所谓了 这是头一天啊 啊 那个刚才咱那哥们接着了 哎 方便露个脸吗 露 大家好 哎呦呦呦呦别摔着别摔着 这个地方 我我怎么一来这个城市 来我们欣赏防空警报的美景啊 不是 我感觉过一不去啊 我怎么一来这个城市 是你俩多欠 还不敢 你看在这谁吊下来 真的 真的吗 你看谁吊下来 büyük 你看你看你看 跑都不跑 不倒回事 哈尔科夫被炸平了 你听到老赵说了吗 劳德萨也会被炸平的 你别 我们这个地方待会你看 一会你就听见 不倒回事 这有代表性 防空警报响 这是猫 猫都不在乎 气死你呀的 我前几天是我同学还发一个号 咱少骂人 你感冒没好 你还要气死人家普京鸭的呢 好吧 你再看看 他这个 这个又发了一视频 这怎么会 这开眼了这是 这是什么呀 这是给他爸妈发微信 然后呢 这个微信号的就叫什么呀 聊天功能 已经被 就是说 王极贤的微信被封了 王极贤的微信被封了 这货在微信里边吸粉 天天胡说八道的 能不被封吗 王极贤就拍了个视频 说他的微信号被封了 封嘴了 好 这个演技 演雅剧了 是吧 你说这货 这不是像那个一群 给自己脖子套狗链子 刮了个膀子 拍的那种足楼运的 那种行为艺术吗 王极贤也改 也改行为艺术了 是吧 可笑 哎呀 欠灯啊 你是真欠啊 你赶快跑吧 这是稍早时候 今天稍早时候 我咱也不多说了 我知道这警报的意思 就是和谈的 和平谈判的 我们一会躲起来 听着比较远 他刚才在我同事那边港口 我们俩也没走没撤 没有像 不是 你俩干嘛不撤呀 还跟那儿想当网红呢 命要紧啊 任何人求救 求你们别来救 好不好 回头我给你录个视频 然后别拿我造谣 也求你们了 现在不多说 这说的谁啊 别拿我造谣 你也别来救我啊 这说的谁 这不就是说的 他妈郭文贵吗 这个欠灯 现在是知道 我估计欠灯呢 有网上看到自己的评论啊 一看一号的节目 他知道了 郭文贵是一大骗子 就是利用他呢 这欠灯啊 给郭文贵翻了啊 欠灯跟郭文贵翻了 现在啊 说郭文贵 你还是别蹭我啊 是这意思吧 大老听听 是这意思吧 然后别拿我造谣 也求你们了 现在 没有向任何人求救 求你们别来救 好不好 没有向任何人求救啊 别他妈蹭我啊 是你们主动找的我 我那视频呢 我不说了嘛 郭文贵肯定是主动蹭着他 是吧啊 回头我给你录个视频啊 然后别拿我造谣 也求你们了 现在不多说了 我们躲起来了啊 看好 OKOK 看好了 我们俩在这啊 我在这呢 别别 别担心 没事 天天来 只要一和谈 他就来 这是挺冷的下雪呢 我们 你露脸吧 我就是 这个地方比哈尔科夫和平多了 根本就不需要躲 行 甭担心了 怕了 这俩货 啊 这俩货 还在说 不需要躲呢 我们看看最新的视频啊 最新的视频 这是在八个小时之前啊 八个小时之前 那边 那那有冒烟 那不是 那个不是 那个不是 这是巡航导弹 和炮弹 关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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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灯关 西灯快 所有灯关 西灯 一个北京欠灯 你前两天的时候 是怎么说来着 我亮着灯呢 有种你来炸我 我就是不关灯啊 现在你关灯了 欠灯了 我给大伙看看 仔细看看啊 实际上导弹已经 这个 到了他家附近了 那个楼已经冒烟了 我们来看看啊 那楼实际上已经冒烟了啊 那那有冒烟 那不是 看到吗 那个不是 你看那个老赵 还有安慰团了 说不是 这就是 那个楼已经被炮弹打中了 被导弹击中了 那就是 这是导弹的声音 关灯 这害怕了 关灯了 所有灯关 西灯快 所有灯关 西灯 你干嘛说这嘴啊 你说这个欠灯 我那集我就说了 我说这玩意儿不能说嘴 你知道难道一语成谶吗 八个小时没见他了 八个小时没见了 是不是网络已经断了呀 整个城市已经被轰炸了呀 这回怎么没想空袭警报 就直接干了 没想空袭警报 直接就干了 他 他不是飞机啊 北京嵌灯 这是巡航导弹啊 这是战列舰的炮弹啊 你怎么想空袭警报 直接就干了 这两个 这两个货 你们不知道咋想呢 这两个货还说 没有空袭警报呢 这是导弹 和炮弹好不好啊 无知者无畏 哎呀 这个八个小时啊 这货已经没再更新视频了 无论怎么样 你说无论他多欠 你说他嘴多欠吧 无论嘴多欠 是吧 他毕竟是中国的同胞 是吧 我们还是希望 他们两个人能够平安 还是尽快的君子不利 威强 你们俩压了 还不赶快跑 好 祝他们平安吧 这集咱们就调侃到这里 这个受累 留言 点赞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真的是 内心里希望他俩能够幸存下来